了解等差中向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要透过这个概念做一些练习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题 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它的三个内角 乘等差数列 三个内角度乘等差数列 我们知道直角三角形一定有一个角度是90度 那我们假设这个角度是x 这个角度是y 首先呢我们必须澄清一个概念 到底90度是 是不是这个角度里面最大的呢 因为大家想想看 如果今天y也比90度大 或是x也比90度大 那加起来就会已经超过180度了 就已经不是三角形了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例子当中 90度会是最大的角度 好那它前面有y跟x 好我们先假设y是在这个 等差数列的等差中向好了 那透过等差中向的列式 我们可以知道x加上90 除以2以后会等于y 好 x加上90除以2会等于y 这是等差中向的概念 前面加后面除以2会等于中间 好 那另外一个条件会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条件就隐藏在题目的条件当中 也就是三个内角加起来会是180度 x加y加90会等于180度 因为三角形的内角合是180度 好我们补一个度数 好今天第一个式子 以及第二个式子 我们如果透过连力的方式就可以解出来 x跟y分别是多少了 所以第一个式子我们做交叉相乘 x加90会等于2倍的y 好 第二个式子 x加y 把90移到等号的右边 180度 减掉90其实就剩下是90了 好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第一个式子变成这样子 我们做一点小小的改变 x其实是等于2y减掉90度的 好 2y减90我们把它换到 第二个式子这边 x变成2y减掉90 加上y会等于90 所以 3y会等于90度 一到等号的右边 就会是90加90是180度 所以y我们就算出来它是60度 y等于60度我们把它带回这里 好 所以x加上60加上90会等于180度 所以x就等于180度减掉90再减掉60 就会是30度 所以 这一题我们就可以算出 x等于30 y等于60 还有以及直角90度 好 这三个内角度数就是30 60 90 所以我们来检验看看 30加上90去除以2 也就是120除以2 刚好就等于60 这一题就是运用等差中向的概念去假设的 好 第二题我们再来看看题目 三数乘等差数列 其合为27 好 其积呢就是三个数 乘起来是504 我们求这三个数分别是多少 好 三个数乘等差数列 我们要怎么假设呢 假设的方式有很多种 好 如果今天我们假设 中间向好了 我们来假设看看 中间向是A1 好 中间向如果是A1的话 前面一项是不是就是A1减掉D呢 减掉一倍的公差 好 后面这一项是不是就是A1减掉 A1加上D呢 就是加上一倍公差 这个假设方式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等一下透过其合为27 就可以算出其中一项了 那一般人的假设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 然后第一项我们就还是假设A1 第二项就是A1加上D 好 第三项就是A1加上两倍的D 好 这个假设也是OK的 但是在算的时候会比较麻烦 我们来看看 透过题目给我们的第一个条件 其合为27 我们可以列出一个式子 叫做A1减D 加上A1 加上A1加上D 会等于27 好 透过这样子的列式 我们可以知道 A1一个A1 两个A1 三个A1 三倍的A1 好 D跟加D减D就消掉了 好 我们就知道三倍的A1 它其实等于27 A1就会是9 好 A1是9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立刻解决一个位置数了 但是如果是透过第二种方式假设的话 我们带进去以后 我们依然无法把其中一个位置数消掉 所以这个假设也是OK的 但是在计算上会比较复杂跟麻烦 所以我们还是选择第一个方式 大家可以把这样的假设方式当作一种工具 好 所以 再来 奇迹 就是三个数乘起来会是504 我们把这个数列再整理一下写下来 因为我们知道A1是9了嘛 所以第一项是9减掉D 第二项就是9 第三项是9加上D 那这三个数乘起来的乘积会是504 所以我们直接在这边做一点点的改变 好 9减D高五起来 乘上9 再乘上9加D 会等于504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展开来 我们可以知道 展开之前我们先把乘以9消掉 504除以9会是多少呢 976395459654所以9545 好 549654 好 等于0 好 我们可以知道 左右 等号左右同除以9 就可以得到原来 9减D 刮弧 乘以9 加D 刮弧 它会等于56的 好 9减D乘以9加D 在乘法公式的单元我们知道 这是A减B乘以A加B A减B乘以A加B 透过乘法公式 乘法分配率的计算 最后得到的结果是 A平减B平 所以等号的左边是 A平减B平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就是9的平方减掉D的平方 9的平方是9981减掉 D的平方会等于56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黑板往下拉一下 让大家计算空间变大 好 所以D的平 81减掉D的平方等于56 我们把这个顺序交换一下 好 减D平方移到等号的右边 56移到等号的左边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变成81减掉56 会等于D的平方 D的平方 81减56会是多少呢 好 81减56 其实是等于25的 好 25等于D的平方 所以D算出来就等于正负5 好 D算出来等于正负5 我们把它带回式子当中 就可以求出这个等差数列的三个数了 所以如果D等于5 好 D如果等于5 我们可以知道说 好 这个等差数列会变成9减5 变成4 9 9加5是14 好 那如果这个D等于负5的话 我们也可以知道 第一项就变成是4 第二项很一样是9 第三项是4 好 所以这三个数就分别是4 跟9 跟14 那公差呢 都是5 或是负5 好 那以上呢 就是等差中向的应用